我们刚才有谈到川普的防疫 虽然说他被诟病的地方很多 可是他有一个最大的贡献 就是在疫苗的研发上的投资 然后他在全世界大量的投资各种疫苗 然后很快的把疫苗研发出来 而且很快的施打 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他在全世界的防疫的 最根本解决问题的疫苗的路线上 他是走得最前面的 台湾这次防疫最被人诟病的是一个疫苗问题 但是事实上台湾政府在采购疫苗方面 并没有落后很多 可是为什么给大家造成了这么样一个印象 说台湾好像不买疫苗 对 这就是刚刚石板先生讲的 在全台湾之前疫情稳定的时候 其实不太有人在谈疫苗这个事情 但是当疫情比较不稳了的时候 大家把疫苗当成好像疫苗是救命用的东西 其实大家一直把这个逻辑给错乱了 疫苗是预防未来感染 你现在要得病之后要做治疗是不同的事情 所以把疫苗变成了救命 这个是整个逻辑上面的错误 那其实他有政党上的操作 我觉得在媒体上的那种恐慌也是存在 那再来台湾一直从去年开始 就不断的有在跟国人报告 有在买疫苗的进度 其实后来去看大概去年五月 全世界开始在说在研发疫苗 说台湾就有说 我们会开始看哪几家可以买 那台湾的国内对于 可能我觉得健保的关系 大家对于所谓的医药生技研发 那个概念都不是很好 常常你像这个所谓的投资疫苗 你可能说我当初觉得有十家还不错 我钱全丢下去 最后可能只有两家会成功 可是你看台湾 我自己在立法院待过 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政府当时投资了十家 后来只有两家成功 另外八家 立法院不会放过我们的卫福部的 另外八家没成功 完全说你图利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 即使现在快成功都说他图利 所以台湾在内部的政治氛围里面 是有一点点麻烦 那疫苗的购买里头 我们去看当初我觉得 其实我们指挥中心 有一件事情做得非常好 他不是单买一家 是 他买了他买好几家去算我大概的量 然后去跟他购买 那这为什么很重要呢 因为现在大家在谈说 第一个你如果单买一家 就有那家后来失败了 那当然完蛋了 再来如果那家成功 可是他量做不出来 卖给我们卖的很慢 我们也完蛋了 再来我们讲到疫苗再来突变 突变的情况之下 如果我各式各样的疫苗 能够因应不同的突变 那我自己国内大概就能够维持 一定的免疫的这种稳定度 只是说麻烦就在我们现在账面上 应该买的疫苗 应该是买了将近 两千多万剂 买了两千多万剂 然后我们还在期待 我们如果国产疫苗能做 当然就更方便 对 可是国内的状况会看的是 我现在能不能打到我身上来 所以会出现这种所谓期待跟事实的落差 那当然这种期待跟事实的落差 就是政治上面最会造成不稳定的情形 对 就是从政府公布的数据来看 台湾在去年2020年9月份 就跟COVAX签合约 买了475万剂 那10月份就跟AZ签合约买1000万剂 对1000万剂 然后今年2月份是跟Moderna签505万剂 但是这里面最大的问题是AZ 它那个1000万剂到现在才来了11万剂 其实老师我们还要再补充 这里面本来在去年还差点签成了一个约 叫做BNT 那时候也要跟BNT买将近500万剂 合约都已经快要签了的时候被挡掉 所以其实如果以数量来讲 你看如果我们很顺利有签到约 是BNT500万剂 莫德纳500万剂 AZ1000万剂 这样加起来是2000万剂 然后再加上我们评估说 如果之后国产的上来 你这样绝对够台湾内部施打 这个算是一个很勤俭持家 但是又有先预估到的一个数量 是 但是就是COVAX和AZ 它特别是AZ 你也不能说它没有按合约供货 因为它当时考虑到情况 它是没有办法给你一个确定的供货时间 但是至少从去年10月份签约到现在 几乎还没有供货 这个造成了我们台湾这个疫情 大家突然觉得没有疫苗的一个很大的压力 当然AZ为什么供货有问题 大家全世界都知道 它这个主要的生产基地在印度 印度因为疫情很严重 印度政府下令AZ不能出口 所以AZ对欧洲的供货也绍成了问题 所以欧盟跟AZ到法院去打官司 但是即使打了官司 现在法官裁决也出来了 他还是没办法做到对欧盟的供货 所以给他三个月的宽限期 而且供货的量也减少 那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不是 政府不是没有去买 没有去签约 而是供货环节出现了一些问题 供货环节都在别人手上 而且其实这样讲 就是还有一个事情 我们最早从COVAX 还有后来AZ直接供货给我们那两批 那时候是三月多到的 三月多到我们那时候算过说 这两批来应该可以先把医疗人员做一个 先做完这个第一线的防护 可是那时候大概 因为我记得那批的效期是到六月 那当时国内的政治氛围 还有很多舆论氛围 说这次不好 大家不要打 甚至很多连医疗人员背景的人都这样讲 所以你搞到大概四月多的时候 他真的会打不完 你想想看 你看最近我们后来很多疫苗开始供货 甚至其他国家开始捐赠 有一个状况是国内状况 有很强烈的需求 这个时候我们政府去跟这一些 不论供货商也好 或其他政府也好 说我们国内很需要 你看我们所有舆论 会有一点说服力 你说实在 你四月份那时候 你要去跟COVAX或AZ逼 说我不管你赶快给我货 人家跟你一句话 你还有一半打不完呢 你怎么跟我要呢 其他国家是每次去都打完了 我当然先供给人家 你还有剩啊 所以这个我当然不能回来 我们讲说不能去指责我们的人 但是回过头来讲 你去看整个国际氛围来说 当时国内的状况就是 我有货我也不想打 就是这个状态啊 大家这个媒体都有一些 事后诸葛亮的 现在大家都是觉得 这个疫苗很缺乏 很着急 可是真的是四月份的时候 大家都 实际上对这个事情不是很在意 也没有特别的急迫感 要打疫苗 但是实际上这几天 这个老人打疫苗的 这个整个热烈度或者迫切性 又降下来了 因为一些这个疫苗打了以后 所谓跟老人猝死的情况 可是这中间的连结 似乎也不是很清楚 这个在这个连结 你在就是说 目前已经有完成解剖的个案 都还没有证实是疫苗造成 就大概都是一些很常见 台湾本来就会有的中老年死亡 但是全世界大概都会有这样的状况 你也知道这个年龄层 它本来就会有各种风险 那你不论当天打的是疫苗 打的是食盐水 当天吃的是柳丁 当天吃的是苹果 第二天都会发生这件事 可是你就是发生了 对于个案跟家庭来说 就会有伤害 那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台湾又是一个相对蛮小 媒体传播很快的国家 所以这种消息一出去 就会有人觉得说 那我是不是不要 可是其实我们用副作用来讲 我们用所谓现在去看 血栓的资料就好 因为血栓的资料来讲 其实包含现在所说的AZ 去分析背景值 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要分析背景值 那分析背景值来讲 其实它并没有说 很强烈的增加说 它就是一定是造成死亡的风险 那台湾的这些长辈的死亡 当然我们要正在等他们的分析 台湾跟台湾的 我们在医学或西方科学来讲 有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就是我们都不会跟人家保证一定会好 我们也不能保证绝对不会怎么样 你一定要等到证据出来 所以你现在等证据的过程 就已经造成恐慌了 所以我很同意之前 万浩老师也提说 长辈打到一个程度 如果不想打 我们就不等了 就继续往下接种 我个人也觉得 其实第一个事情 我们不求长辈这边 有100%的施压率 它有67匙很好了 然后就开始往下接种 那当你接种到中年人 他相对这个年龄层 要发生死亡几率会稍微低一点点 那大家信心又回来的时候 其实长辈可能又会愿意回来接种 所以其实用比较弹性的方式 开始接种下来 我觉得也是开始要考虑了 对 那我们再回来谈一下 一个比较台湾媒体争议 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对于国产疫苗 这个我们这里有一张表 看一下各种疫苗的一些 防护率及接种方式的一个比较 但是这个国产疫苗 跟我们比较了解的 像AZ疫苗也好 BNT疫苗也好 选用的是一个不同的技术途径 所谓重组蛋白的这个途径 当时台湾为什么在这个国产疫苗 没有选这个MRNA这个技术 或者没有选这个腺病毒载体技术 或者没有选中国的那个 减毒疫苗 减毒疫苗的这个技术 为什么台湾选了一个 重组蛋白的这个技术 我先讲减毒疫苗是 现在多数的在疫苗的制作里面 我们比较少采取的方式 因为那个技术 你处理不好 其实你跟感染的风险会很高的 所以减毒疫苗 我们完全当初就没有考虑 那至于其他的技术 必须很诚实地讲 刚刚稍微提到川普政府 当时对于疫苗的支持 美国在这个疫苗的事情上 证明了它真的是一个大国 不论钱也砸得下去 不论技术上也做得出来 举例来说 这也是我说 台湾今年能够开始出现 国产疫苗 能够赶得上来 我自己个人 做过去的观察来讲 我已经觉得很了不起了 因为台湾过去 对于生技产业的支持 你其实国家 或者是国内的环境 你给他的支持 你很像在开一个 小杂货店的状态 所以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 美国是我本来就有一个 大型仓库在那 我随时要什么 就东西就可以组出来了 台湾我平常小杂货店状况 觉得这样可以营生了 我一旦遇到事情 我根本生不出东西来 所以过去的十年二十年 我们是有技术的人 可是你整个的环境 是没有办法立刻出来 这是悲哀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刚刚先提到说 疫苗的量 如果我们国内过去 就有所谓的军备整备 就所谓的疫苗生计上的 军备整备 你大概可以很快的上来 但是这个部分比较困难 那当然mRNA这个是技术扯变最高的 也是现在全世界有史以来 最快的时间做出来mRNA病毒 但是mRNA病毒的 这个疫苗的好处就是说 现在看起来好像效价会很强 效果会很好 但是长远真的不知道 它长远之后会发生什么问题 不晓得 那当然台湾当初没有选择mRNA 我想不是考虑长远 主要是技术上面 大概是比较有困难 那次蛋白载体这个做法 我们在过去的很多疫苗都是用类似的模式 所以我们只要能够取得这个 就是所谓蛋白技术这边 只要能取得了我们大概就做得出来 这是一个你在技术上面最快能够上手的一个方式 有点像说你本来是学生物的 那我现在有一个 我现在有一个军火的案子 那我大概至少我可以搞的是到生化武器那一节 不是那个机械的那一节 就是你对接比较快 所以当初我们选的是这个 那有好有坏 当然很多人现在对mRNA病毒疫苗 比较有信心或比较倾向 可是我自己在临床的经验里头 我会跟我的病人讲 就是说蛋白 我们现在用的次蛋白载体这种 因为它整个的技术 跟它所用的方式 跟我们过去打的疫苗都比较类似 对 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做 当然现在人体试验看起来的 副作用就会相对少很多 那未来出现过敏的机会 我认为应该也会少很多 就是所谓严重不良反应 会跟你所谓mRNA或腺病毒的 这个疫苗的技术 我们应该是会少比较多 因为它是一个过去 我们在台湾很少人不打疫苗的 那你长提都打疫苗的过程中 你大概已经蛮习惯这种疫苗 跟你的所谓运作模式 要造成比较强烈的不适或反应 我觉得机会就会比较少